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梁彥承 跟大家說說世界大事 最近加拿大 因著 拘捕華為 曼晚舟 所帶來的問題 加拿大就搞到一鑊抱 因為中國就觸碰兩個加拿大人 但是大家都不認 這個是報仇 為什麼呢?如果一認 就變成兩個 牽連關係 就變成對立 對抗性 所以 好像都是這麼巧的 但是曼晚舟的事件 因為特朗普 無緣無故說了一句 他可以干預 這個事件 如果 跟中國談判 跟中國談判 獲得他希望的利益 他就會干預 就是 不可以再捉 曼晚舟 加拿大 激到跳起 又是你叫我捉 現在 總統突然說 我可以令到 作為籌碼談判 捉了 如果我的影響 就可以 不再捉 這些事情 都不是根據法治 所以加拿大 激死 我就照法治要求 你叫我們 捉這個人 是根據美國法律 有印度條例 叫我捉 我幫你捉捉了之後 搞到我們面對中國 很多壓力 美國又不出來幫忙 還在 說其實我捉他 都是為了做 談判籌碼 有沒有搞錯 所以加拿大最近 都有幾強烈的聲音 說 叫政府不要再聽美國指 加拿大有權放了他 所以這個新民主黨 屬於第三大政黨 都不是最強的政黨 有個議員 David Don David 特別指出 政府最好 不要再 在這 事情上 去纏繞 就應該不要聽美國 字 加拿大有權 美國要求引渡 加拿大有權 可以不引渡 根據加拿大自己的法律 是有些理由 可以說 引渡是不對的 不如就用加拿大的權威 來放回他 算數 如果 就是這樣搞 加拿大好像 枉作小人 無端被美國利用 他又很夠義氣 來到去 捉這個 慢慢走 誰知道 原來拿去做談判用 搞政治 都不是搞真正法律 所以加拿大很生氣的 這一排 這一排就是 加拿大 要 依法來做事 跟著遇著美國 原來不是為法律 中國那邊 捉回加拿大 在兩個 超級強國 中間夾在這裏 約國無外交 就夾在中間 他本來很重視法治的一個國家 被兩方面在這裏玩來玩去 真是應真不抵 這次 無端端下了水 其實 當時 加拿大答應 去捉了晚舟 基本上都應該 諮詢是總理意見的 因為這些事 都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他是屬於 世界級的 大公司的 副董事長 還有這些法律 如果你說制裁伊朗 是屬於公司的問題 不是個人問題 有什麼理由 捉這個 個人 所以其實這件事 到時 如果發生的時候 考慮清楚 都不會 不會讓他真的做 但無端端又做了 現在 就在兩大國的 甲逢之下 搞到加拿大 正在喘起 所以 我現在剛剛 在這段時間 回到加拿大 聽到 各方面 都是 相當的 勞氣 覺得美國 不夠 義氣 我夠義氣 幫你 你又不夠義氣 幫我 以及 華人方面 有很強烈的意見 就是 你們對華人 基本上 好像都沒有尊重 亦沒有信任 不要說 對 萬萬洲問題 等於對華人 根本你就不相信 那麼多華人 住在加拿大 你根本都不相信 甚至可能有歧視 這也是 造成 加拿大國內 一些新的矛盾 所以 加拿大這段時間 都很煩 不過 看看下一步 看來 如果真是 照了加拿大法例 要 下去 都要花好幾年 才 可以 把它 轉過去美國 到時 就有段時間 慢慢就在乘機讀博士 算了 可能讀完博士 都還沒 搞定這個問題 沒問題 作詞 作詞